大姑媽 剛剛我們又是關注戲的時間 也是一如以往 新鮮滾熱 我們剛剛看了這套《九龍城寨之衛星》 其實這套戲本身在5月1日正式上畫 不過我們就遲了幾天才看 是 沒錯 我估計現在坊間都已經有一定不少的影評 不過我們不理我只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現在看完這套戲的一個叫做賽後的感想 這套戲其實就在5月1日正式上畫 其實票房已經很厲害了 很厲害 大陸已經過了3億 香港就過了2千萬 這套戲其實在未上畫之前 其實已經是很... 大家是很期待的 因為為什麼呢? 很久沒見過一套港產片有這麼大的製作 講了幾億的製作 我看這套戲之前就有一個設立點 就是到底這幾億洗去哪裡 洗去哪裡是嗎? 是啊 看完之後大家就應該會很明白 嗯 我估計其中一如像導演 或者之前編劇所講的訪問都提過 其實這套戲裏面 我想就花了很多錢在那個景 搭景那裏應該 那個特技 沒錯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其實找不到瑕疵的整套戲 因為其實就是因為 你知道是香港拍的 是 有實景的 因為其實知道 譬如是尼敦道 就是巴士的場 甚至乎就是果欄 嗯 其他地方應該是搭景 但是真的完全是找不到任何的瑕疵 是 你去細利的程度的時候 一張單 一顆魚蛋都是厲害的 我之前有看過編劇 魚兒的訪問的時候 其實是相當誇張的 當然魚兒就是這套戲 原本的小說的作家 是 他在訪問的時候就說過 這套戲 他本身把版權買給製作公司 就是電影那邊之後 其實他就參與很少了 但是 他也是去看的 有時候將他當作監場 或者給一些意見 嗯 他們說這套戲的細緻度去到哪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這套戲裡面 例如細到 好像有人給一支綠寶產汁給 林峰的 是 那邊連到那些飲品 是哪個年代 因為那套戲應該是八十年代初 是 如果我沒有聽錯 應該 因為他的新聞就說 是七九年起 應該是七九年後 沒錯 大家聽到Monica的時候 應該是八一八二 是墳機的時間 那導演 他們細緻到劇場是怎樣呢 他們找那些可樂、那些汽水 發現那瓶東西 或者那些汽水 那個年份不是那一年 他們全部丟掉再製作 哦 所以我看到 其實那個年份的 無論是七十年 是 就算家事八 新力啤也是 是啊 沒錯 很厲害 其實簡單來說 這套戲本身是很有誠意的 尤其是劇組裡面 花了很多時間 一絲不苟 一定 再加上 其實剛才大姑媽說的 這套戲 其實主要是在九龍城寨 這個地方作為一個場景 但是 九龍城寨 其實它可以用很多CG 或者六博去做的 就是你看到荷里胡也很流行的 但是你看到 他們真正拍的時候又不是 為什麼呢 是立體3D來的 譬如穿過樓梯 走過後巷 是的 這個不是純粹 好像以前 我們小時候看那些 寬落金燒那些 做一塊假的景 就當是 它不是的 它真的可以穿過去 那就是 應該就是一個真實搭出來的景 是啊 其實 其實 導演 鄭寶瑞的時間 他也受過訪問 我只是看了一千零一條 在YouTube上 就是他在說那個景 是Lego的做法 玩法 本次拍完一場戲之後 其實劇組就會馬上馬上去 再搭建 用那幾個東西 我想是幾個俄羅斯方法 我不知道它有若干的組件 是可以動的 那個建構 因為其實 九龍城寨很合情合理 它沒有陶跡 它本身都不是 你連俄羅斯方法 都這樣形容 都不貼切的了 它是亂到不得之了的 可能那條樓梯 就要搭上另一邊 其實你完全 是在城寨裡面的人 才可以走得動的 所以你如果有陌生人 走進去城寨裡面 應該迷宮過迷宮 所以其實那個搭景 我覺得是相當之 有誠意 因為你要花幾大的人力物力 才可以回答到這麼真實 呈現給我們看 是 沒錯 我看過之前有個訪問 這是我看一部電影之前的前置 就是訪問鄭寶瑞導演的時候 他曾經有說過 這部電影當版權談過回來之後 其實是找過好幾個導演 去到鄭寶瑞手上的時間 他用了兩至三年的時間 做什麼呢 他就是在那裡找 找資料究竟 究竟我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拍到九龍城寨 可以還原這個真實度 是 做不做到這個效果 我的能力 或者現在的科技 甚至乎各方面的劇組等等的人 究竟他埋班的時候做不做到 他拼取那一刻 就是告訴自己 可以了 我是可以拍到這件事 才去落實 所以其實見到 這件事也很重要 很重要 我自己看回2017年 還是2016年 那一套追龍 追龍的嘛 你說 其實在前置 有一套這樣的戲 再之前 就是在說 九龍TVB那套叫 城寨英雄 城寨英雄 其實那時候 那個城寨英雄 都很不城寨 是的 兩至三條街 來去都是那些 我還記得那些 什麼牙佬 那些 大家如果 以前你在TVB 有看過這個 城寨英雄的話 大家可以把這個 完全抹走 這一套 很明顯就是一套 還原到超高的 一套寫實的電影 雖然它是一套 由頭打到尾的戲 但是可以這麼說 你會覺得 那個真實感是很強的 這個是一套戲 首先在第一部份 已經成功了 很加分 這件事很重要 很重要 你做得假 你做得醜 就很容易出氣 大家會覺得 這裏都不是九龍城寨 我就立刻覺得 只剩下動作好看 我首先跟大家說 真真實實的九龍城寨 應該就不是我們兩個的年代 我記得我小時候 去過一次九龍城寨 但是我去過九龍城寨 那個時間 其實已經是一個 全身了的九龍城寨 什麼意思呢 大家都知道九龍城寨 大概九三年左右才拆 我那時候大概是九零至九一左右 那時候的城寨已經落實了 就會拆 但是你知道 在落實到拆的過程 有很多人 等等 那個年代的我 很小時候讀書 因為我小時候也是九龍城讀書 我也有進去那個邊皮的地方 當然 不是大家在電影裡見過 但是其實那個畫面是很深刻的 為什麼呢 就是我那個年輕人 那時候大概是十歲左右 我走到那個邊緣那裏 見到那個裏面 黑漆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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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記住 我去的時候是日漆漆漆 我正在上學的時候 你自己進去嗎 跟同學 然後呢 為什麼會進去呢 就是因為那個邊皮位 就有一些小販檔 我們就吃那些 小時候的那裏面 吃油麵 然後你就很好奇 裡面是什麼來的 然後你就見到那些人 隨隨隨進去 那全部都是男人 近乎是沒有見過女人出入 好奇呢 走進去 就是大家在電影裡見到那種情境 就是你進去的時候 當時你小時候 但是你發現 你的頭頂不是很多的地方 你已經見到很多電線 嗯 簡單來說其實 它明明就是兩座大廈 就是大家可以想像到 是 明明它是兩座大廈的中間一條行 但是呢 是黑漆漆的 嗯 它是沒有特別的東西遮住 是日頭來的 就是因為它上面有很多 不知道什麼鬼的電線 都非常斑薄 是的 總之你一見到上面 然後見到那些人 走到那些路邊的時候 那些人已經眼睛一睛一睛一睛 你就自然頂不上出來 那這個是我小時候 唯一一個 見到九龍城寨的一個印象 到後來就看著它拆 拆的時候 那當然封了 那時候沒有機會進去 我自己小時候 對九龍城寨最深印象 就是那裏有很多牙醫 很多那些無牌醫生 我小時候都試過去那裏 看過牙醫 小時候 哦 所以為什麼 什麼城寨英雄有個牙佬是真的 那時候的確是有很多牙醫 當然這部電影 我們今集就不是講九龍城寨 主要因為這個背景 而去跟大家去講一下這部電影 我們的看法 但是其實 簡單來說就是 這個場面和這個開始的時候 那個佈置已經令到大家覺得 嘩!這裏真的是九龍城寨 嗯 大家就 很容易 如果你看這個故事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故事 一個陳樂軍 就是這個 在這部電影裏的林峰 大陸偷渡下來 然後打了一場黑市拳 就被洪金堡這個大陸霸騙了錢 嗯 想搶東西之後 就五打五撞 走到九龍城寨 是 就開始引申了整個故事的開端 那一開始 就跟大家開始 就會在這個劇頭的環節 如果大家還沒看過這部電影 又不想這麼快知道故事講什麼 那你不要看了 是啊 我們先回來聽一下 是啊 那首先 一開始已經打得很金 其實第一場已經打得很厲害了 就是林峰在果欄那一場 是啊 就是在熊錦堡的地頭裡面 就是那個舞廳 就突然下閘放狗 因為有些黑市的比賽 所以打贏了就有夠錢了 那一刻 真是頭一兩分鐘 我已經V哇鬼叫了 我沒想過 哇 一下就是林峰出現了 從來沒見過林峰打 和這個畫面 和這個造型 嗯 我想它的後面 我相信這部電影 其實不止它是一個演員 大家要 本身不是武打出身的話 我想在事前要做很多 武功底子的功夫 是 它那一身結實造型 其實由頭到尾 它都是打下去的 這個場面的打鬥的設計 就要特別稱讚 有一個叫做Kenji-san 這部電影裡面 是一個日本人來的 哦 這部電影當中 提供很多武打的武術指導 大家不要想著 有熊金寶在那裡 就是熊金寶負責做武子 不是的 這部電影就是有一個叫做Kenji-san 我也是看訪問 所以其實 一個日本人 竟然對我們中國的國術 這樣打鬥 有一種很深入的了解 真的很棒 共不可沒 在這個故事的推進裡面 其實擺多了很多 這八十年代的場景 嗯 其實 譬如我們小時候 經常見到那些 周圍的那些 什麼清潔香港 黑人爭 然後還有 在故事裡面 經常見到大老闆在看龍虎門 嗯 那些其實都是很勾起 你八十年代 你小時候 或者不知道是否你們 可以帶大家去那個年代的九龍城寨 那其實 這件事令到大家很快入氣 沒錯 是啊 真實感很強勁 嗯 當然 像阿輝所說的 其實那個劇情 其實畫了整個故事的內容 非常之簡單 嗯 其實飾演陳樂軍的林峰 然後就不打不撞 進去了九龍城寨 然後就遇上了古天樂飾演的龍血峰 沒錯 龍哥 龍哥就是在那一期的時間 就是九龍城寨他看的 是的 然後接下來就 遇到他們的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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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哥就看到他 然後就收留了他 然後就收留了他 收留了他 在這個城寨 因為城寨裡面 沒有說誰容納誰走的 總之在這裡找到吃的時間 你自己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是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 應該是有些少許的恩怨情仇 最終打打打 其實整個過程裡面 但是呢 我入場之前 我是很怕 也有一個前設 我很怕 由頭打到落尾 就是為打而打 是 不斷打 但是呢 因為第一幕的時間 甚至乎那個鏡頭 我一走進去了那個城寨 他的真實感 是令到我 是投入到這件事 沒錯 另外 頭一場 林峰和顧天樂 一來 一來 不打不喪食 即是他那一刻 就是兩三下手勢 一支煙拋上去 一支煙摺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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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是那一刻的第一個 第一面 那我就突然間 我就逆轉了 我整個生日定了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林峰 還有最重要就是 故事 古天樂飾演的林峰峰 這麼好看 然後呢 我就真的 是很安靜的 看完整個過程 因為每一次 打鬥場面 說真的 當作一個女觀眾的我 我是很怕 我很怕 我很難捱 因為很血腥的時間 我都是在掩面 那這套戲 其實由頭到尾 我近乎 我都是眼睛 撐大著去看的 這個其實說 換句話說 動作場面是出色 基本上 我覺得整個故事 是很撐著 所有的動作場面 其實在故事裏面 因為它是一條很簡單的主線 基本上就是 一個叫做追殺 或者恩怨情仇 義氣 英雄主義 這樣就籠罩著整套戲 因為整套戲都是男人戲 基本上 你看到可以出現的女人 其實最搶的就是 那個小妹妹 那個美女 魚蛋妹 其他的可以這樣說 包括阿羽也好 其實任何一個角色都可以 她可以是任何人 因為其實 故事那條線 不在女主角那裡 對 變成了整套戲是很陽光 打 但是 好像大姑媽所說 特別它控制得很好 就是它不會為打而打 而且它有推進故事裏面 有一件事 令到大家看得 又緊張 又會鬆一鬆 就是它有些間不中 弄出來的笑位 我覺得它在這個設計上 是做得不錯的 它的節奏做得不錯 就是那個編劇在大家很緊張的時候 它無緣無故做一個 不會令到大家覺得很噁心的 所謂的笑位 其實那些笑位 真的有得笑 就是大家看到 他們全部 因為這套戲 整個脈絡是一個正戲 它不是以前小時候看《罪權》 不是成龍、洪金寶 那些 打完一關又一關 它不是很灰鞋 那些鞋醉劇 它是真是一套很認真 很serious的一個追殺 恩怨情仇 所以其實它中間發生的那些笑位 大家就覺得看得比較自然 突然你會看到他們做一做一下 很緊張 大家很認真 突然做一個笑位 大家放鬆一下 突然之間它又再推進故事 變成整套戲裡面 大家就不會覺得悶 本身大家都知道的背景 這套戲 原本就是阿如兒的小說 是 後來被施路劍橋 在2010幾年的時候 改編成為漫畫 其實那時候漫畫都是出徵裝的 幾期的一期 大概八、九期 我有沒有看的 其實很肯定 到了電影這一部份的時候 比較真實的還原小說那部份 是 因為在漫畫裡面相對比較誇張 造型都是比較像一些 叫做Cosplay那些造型 握著刀刀劍劍 可能比較神花一點 但是它就 整套戲有一件事 我就很期待 它會不會搞到很漫畫呢 即是 在去到結尾之前 都沒有這種感覺 比較寫實一點 反而我覺得不是 因為其實它也有別於我自己看的一貫 即是 我看的不多 但是呢 那些動作場口的設定 是有少少漫畫風格的 因為其實很少 拳打一腳踢的時間 譬如你一隻腳 可以踢起一個人 又或者他半穿牆 他又不會穿兩棵牆 總之每一次去到一棵牆 過了就停了 甚至乎打的時候 零空轉了少少 又不是轉幾下 即是我覺得它會保持著一些 甚至乎 他有不止一次 我看到是故事 還是另一個人 他們打的時間 可能雙刀這樣 一來 一來 又叉燒兩尾 即是這些 其實動作 我覺得是 處理那個手法 是有少少的漫畫化 但是你說真的很誇張 又沒有去到誇張 其實拿捏得很難的 因為你一旦 落入了那個誇張的手法裏面 又是會令到大家 笑又不是 不笑又不是 因為其實他本身 我想他掌握這個叫做 武打那種的程度 這是要找一個平衡位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他太過神化 即是他不是V混混混 不是說拿把刀出來 罰斥之後 就做些什麼神功 他不是這隻 不是說王小虎一腳踢十個人 是 他反而就是 剛剛掌握了一個寫實和漫畫的中間 對 這裡拿捏得很好 他又不會說太過貼地 因為如果貼地就這樣 全腳膠 就變成了看不到那種迫力 我看到其實 在這套戲裡面 令我看得到 在打鬥場面 我很喜歡 就是他 有很多時候 他用了一些比較寫實的東西 去交代那種力量 是什麼呢? 就是他有時候 很喜歡拿很多的工具 刀、劍等 然後那個鎚 他是打不中那個主角 但是他打到鎚 然後鎚 就爆了一缺 弄個洞 有洞 有洞 有刀、有刀、有痕 他整個地上有石牆 又容易爛 感覺上就覺得很厲害 這個漫畫感很厲害 但是他就表達到 再加上就是 好像大家這麼說 如果你說像漫畫 就是 可能他很多那些 比如好像 看到在電影裡面的 信一 就是那個 龍哥的手下 就是那個接班人 信一 劉謙 劉謙 那他那個角色就是用一些刀 嗯 他的飛刀 那感覺就有點像漫畫化的感覺 但是呢 整個故事 一開始的時候 慢慢講到陳樂君進去城寨 除了認識了龍哥 投靠了龍哥之外 就慢慢 就喊後了他幾個好兄弟 是的 那開始就會變成好像有兩條線 一條線就是上一代的姻緣 是 另一個就是 講到陳樂君 遇到譬如像信一 十二少姐 胡子彤 和四仔 是的 張文杰 那就變成了 對 好像幾個好兄弟走在一起的故事 是的 齊腳 開始打牌 然後就 尤其是他們 講到電影裡面 有幾個位置 我就特別喜歡 尤其是 他首先弄到九龍城 就是很漂亮 那個 就是仿真度是極高之外 那個格局是做得很好看 嗯 你看到那裡的生活的人 在裡面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真正正 九龍城最旺的時候 是不是好像電影裡面 有人在那裡煮一吃 又做焗麵包 又湯豬灑 又自己 有自己城寨裡面的生活鏈 好像一個世界 是一個生態 沒錯 我就看到他在這個造型 或者這個設計上 真的是一絲不咎 譬如我看到 他配合 那個茶餐廳 就是阿龍哥那個 他不是那個手下 是 有一個神秘高手 經常出來救他 那個茶餐廳那個位置 那個茶餐廳 連煙灰鐘都做得很像 是的 就是本身 你感覺上 我覺得很浪費 其實我看這套戲 有第一個感覺就是 哎呀 其實如果他拍得這麼漂亮 為什麼他可不可以留在場景 給人們去看一下 然後做展覽 是的 就是我覺得是很值得去看 當然這件事就做不到 但是他在這套戲裡面 細緻到譬如像林峰 後來阿龍哥收留他之後 睡那張泥龍床 泥龍床 其實這些就是人情味的展現 其實那個年代 就是很多的那些 互相照應 互相負視 但是當然大家後來就知道 原來這個故事 其實是有一個伏線在這裏 不是純粹龍哥去 拯救一個走難的人 這麼簡單 是的 沒錯 我想補充一下 其實那個動作 我自己突然在看這套戲的時間 我想 哇 有沒有這麼誇張 那個肉緊 不過我真的很讚 就是整套戲的節奏 為什麼呢 它的鬆弛有道 我沒有全套戲 兩個小時都緊壓拳頭 很肉緊 它有時候有些位置的時間 就是過場景都是鬆了 鬆了可能講一些很細緻的情味 可能龍哥跟手下講話 總之其實這套戲那個鬆弛有道 我是很讚的 第二件事就是想想 如果拳打腳踢 它不加少許的漫畫化 調整得不夠 剛剛合乎那個鬆緊度的話 其實那個變化不多 變化不多 打了兩個小時的這麼多的場景 我就會覺得我們每天有點悶 就是整天不是你打我我打你 但是因為加了少許的少許的誇張 將它有些的漫畫化 所以那個變化程度 才可以令到那個動作的場口 會有很多變化 因為有時候就是 赤手空拳 有時候有不同的小工具 你看到甚至乎 就地取材的東西都很多 是的 那麼它的走動位 它都很能用到整個現場的搭警 是的 它不會站定定在那裡打的 即是它很多場景打鬥的時間 都是中環交錯 跳上 爬了上去的旋盆 然後跳回到地上 然後又追跑 然後上樓梯 下樓梯穿牆 那這些場景的穿梭 其實看到人們是很肉緊的 是的 那這裏很想真的去讚一讚的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那個武力太誇張 剛才所說的 就會令到大家好像有自己的離地 不貼近真實 是啊 因為其實它少少誇張 去到感覺上 又真的好像做到的 做到 例如好像講的這個 Big Boss 去到那套戲的最尾 大家都知道 其實就是五穩龍 才是最後那個大佬 就是那個End Game 都是打他 那其實它那個神打的 那個設定設定的記號 為什麼呢 如果它就是四兄弟 如果幾次都打他一個 打的他都不死 那很難表達他好好打 那這個神功戲 其實再加上 其實在80年代的黑社會 因為其實 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一個 在這套戲裡面 其實林峯也好 也好 也好 是經常都強調 什麼死人黑社會 扑街黑社會 就是他很抗拒這件事 那當年的黑社會 的確也是很多那些人 玩神打 什麼孔軍王 就等於哈哈爸爸的 是的 即是他們好打的定義 除了本身好丟 之外 也有很多這些 旁門左道 什麼師父上身 這件事是令到大家 看得很投入 也說服力比較強 其實反而你想講一下 就是去到那些人物關係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特別 因為我看的時候 看到古天樂 又看到林峯 我很自然就想起沉秦記 就是 當年的 漢少龍和秦王 今時今日 竟然做了一個 一個是老人家 叫做九龍城寨的大哥 對著一個大陸仔 其實那個戲劇 你見到其實 感覺上 大家都成熟了 當然 但是造型上 的確是非常之厲害 我想其實 在這部電影看完之後 我和大姑媽都有一種感覺 就是那幾個演員 全部都是大家看到的不一樣的 完全 這個可能要給導演 我不知道 上當初那部電影 籌備一件事 到Casting 它的定角是另一回事 即是 其實究竟 首先定角 即是你馬上看的時間 分兩個組合 首先就是上一代 有熊金寶 有古天樂 然後還有任元齊 還有黃德斌 還有黃德斌 黃德斌 還有客串的 客串的葛虎城 陳尖 真的非常驚喜 有成省 接下來就是四個年輕人 林峰當然是 我首先是非常讚 由頭到尾 我的眼睛是沒有離開過他的 當初我進去的時間 入場之前 我打算看一下劉謙 因為我很喜歡他的 但是林峰 他完全是擺脫了之前 我自己故有人認 他的主觀性形象 就是覺得他不是太OK的演戲 還有他的作樣實在是太 根深太固 他那個官債刮刮刮 他全力一洗完滑 我只覺得他是脫胎換骨這部戲 我從來沒有看過林峰是可以這樣演戲的 第二件事就是 可能那個造型很幫助 染了白頭髮那個完全的形象 穿衣 令到古天樂一出場 到他死那一刻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古天樂 認過爆炸 但是呢 他的冷幕之中 他的顏色 他在古天樂身上 他飾演龍捲風 他是沒有顏色的 他只有黑銅白灰 是他身上的高 但是他展現在整部戲裡面 他是最有溫度的人 為什麼在這部戲裡面 當然大家看到這個故事就圍繞著陳樂君穿衣 但是其實龍哥在這部戲裡面 都是一個有情有義的大哥 他也是成相啟客的 本來他跟上一代 他跟陳占郭富城那種兄弟 那種 只有兩個人的決鬥 只有一個人走出去 到最後那個場面 那個決鬥的感覺是很棒的 就是 大家都知道只能夠 兩個人可以離開廟 於是他們兩個就蒙如臉 這樣互斬 最後贏的當然就是古天樂 但是其實在這個故事裡面 當他知道了林峰 根本上就是他一個故人 好朋友的兒子之外 其實他很多時候用了一些眼神 或者一些 他很喜歡坐在那裡不出聲 在那裡吸煙的 其實這些很有氣 只是迎望他 當然另外一個 我們都很久沒見過的 就是五韻龍 這個 在這部戲裡面的黃狗 黃狗 簡直就是眼前一亮 由頭大到尾 我也覺得 但是又難免要拿回TVB那部 城濟英雄出來抽稅 是啊 原來他懂得演戲的 當年的城濟英雄 只是做一個叫做 好打的人 好打的人 那五韻龍 一聽到這個名字 我只是想起鍾佳恩 是的 但是其實去到這部戲裡面 他做一個很浮誇 對 然後就瘋了 但是超好打的黃狗 就很長 是啊 簡直是沒有血性的 對的 他這個80年代 所謂的那些 爛仔黑社會的人 其實是對的 他是誠王敗寇 我看到我牟著你的位置很久了 牟著大老闆 到最後就親手搞定你了 而且這部戲裡面 唯一一個造型 最浮誇的就是黃狗 所以他很長 很出力 唯一完全的反派 為什麼呢 你看到其他人 都是穿素服的 沒錯 他們個個都爛身爛細 是 就算大老的古天樂 都是穿得很素色的 沒有人華麗的 只有他一個 新光頸漂亮的 對死的那一刻 他都是戴著金鏈 沒錯 所以其實整部戲裡面 我覺得最搶最搶的 就是五韻龍 我覺得如果你說 林峰是一個亮眼的 五韻龍都不野笑 沒錯 在這個反派裡面 他是很搶的 很出色的 非常非常的搶 非常出色的 他那把頭髮再配進去 他從來都 臨到打敗那一刻 他那副超都沒有爆過 沒有敵過 對 最好瘋地 瘋了地笑 很瘋狂的 其實是很典型的 大角的造型 對 這個就真的很漫畫化 很漫畫化 就是我們看到那些 黑社會的奸角 就是這樣的樣子 沒錯 你一看到他的樣子 就不抵抵想打他 對 另外一個就是和大姑妹聊的 就是在講阿秋哥 就是印賢齊 印賢齊 我沒有見過這樣的印賢齊 這樣的秋哥 真的從來都沒有見過 首先我又覺得齊齊 就是摩摩摩摩摩摩 摩摩摩 是的 他是很友善 之前我們對上那套 那個 是不是 年頭那套 哦 和郭虎成那套 沒錯 我說不出名字 其實他也是做回那個 那兩下版本 就是其實 印賢齊 這次飾演秋哥 哇 他那個 他那個落差 就是他 是上一代的江湖大佬 後來就是改邪歸正 做了政行 就是收租佬 到為了全家報仇 又陷入回去 他很能打的 我從來沒有見過齊齊打 基本上到落幕那一刻 這個也是很不一樣的 任賢齊 所以其實 我想在這套戲裡面的造型很重要 其實令到大家都看到 包括了古天內也好 林峰 就算是 剛才說的 五韻龍的王九 嗯 郭虎成的陳占 其實是普通的 因為他不是一個主角 但是任賢齊的角色 其實幾個人的造型 都是很搶鏡 好搶 還有王德濱 就是做這個Tiger哥 扮那隻眼那個 沙沙的聲線 很大佬 很大佬 雖然他出場的幕 的場景 不太多 但是其實都挺有氣的 是的 他只是打了幾夜 我覺得其實在這套戲裡面 有幾個很有氣的演員 其實令到那個氣味 那個劇情 當然待會可以再說 這些戲劇衝突 但是其實這幾個造型 本身已經很長 反而反過來 大佬老闆的紅金寶 他就只是欺如其分做回那件事 當然他是有型的 大家看到 哇!真的很有型的 大佬老闆 但是其實 在造型上 那種的反差 在我們預計中 其實他很大有型 他合情合理 他意料之內 我們猜到他是這樣 沒錯 其他人都是意料之外 他不夠其餘的幾個人 那麼驚喜 當然 其實以前 劉謙其實很明顯 就是一個up and coming的大佬 那麼 他在這套戲裡面 其實都演活了現實世界 好棒 他準備做龍哥 龍捲風的接班人 那麼真實世界 大家都很期待 就是講迅逸 怎樣可以 在現在的電影圈裡面 多一個英俊小生 那麼我覺得 在這套戲裡面 他沒有刻意埋龍 他很英俊 那麼反而就是用 他的角色的造型 還有 在這套戲裡面 他和胡子彤、四仔張文傑 和林鳳這幾個的兄弟情 是描寫得挺好看的 甚至乎 信一 就是劉謙 他和古天樂 他們本身有司徒的關係 又或者大佬和下屬的關係 其實他們兩個 經常都有很多的眼對眼 就是眼神的交流 其實劉謙這套戲 他反而有很多的微表情 和眼神 其實那個鏡頭 是挺觸碰到很多劉謙的眼神 反而就是 我覺得這套戲 就是交代到 這個接棒 還有最後就是 林亞 古天樂 真的在死之前 那段就是打 古天樂真的怕怕劉謙 其實那一刻 我覺得挺有溫度 這又教你了 或者我跟著你了 這又教你了 我跟著你那一刻 有一種叫做新火相傳 其實他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很有這個 將這個棒交給下一代的感覺 為什麼呢? 其實一開始已經知道 說的是 龍謙峰是有這個癌症 即是他已經是不久人世 是的 所以其實已經有一個伏線 即是說 這個人即將就會滋滋 其實他要有一個 叫做傳給下一代的決心 都挺大 再加上其實 在故事裡面的戲劇衝突 我覺得就演得很好 就是為什麼呢? 解釋給大家聽 為什麼這套戲 不是為打而打 其實他開始的時候 明明就是在說一個人 因為被人騙了 然後不打不撞 走到九龍城寨 但原來後來這個衝突 也是來自陳樂軍 林峰這個身相 原來他的身世是牽涉到 上一代的 上一代的情仇 而這個情仇 就牽涉到幾個主要的角色 包括上一代的任賢齊 就是秋歌 龍捲峰 郭富城的陳占 以及大老闆 這幾個人就走在一起 再加上王德濱 都是因為這個陳樂軍 其實我覺得這個戲劇的衝突 以及劇情的推進 令到大家很容易跟到 那接著怎樣呢? 接著怎樣呢? 那究竟是怎樣呢? 其實我自己看了一半的時候 我就跟大姑媽說 其實我猜錯了劇情 我最初就猜 是否 以為是古天樂知道了 秋歌要找人 找回他的死症種 想殺了這個仇人的兒子 就是郭富城的兒子的時候 我就以為他經常看著的陳樂軍 以為他就是替死鬼 替死鬼 誰知道原來直接 其實他就是當事人 本尊本人 其實這個轉折位 是用得幾好 為什麼呢? 大家一直期待一個大陸仔 走來香港沒有人沒有物 九龍城寨才是他的家 原來一個反串 就是原來他本身 就是一個貼貼地的香港人 他本身的身世 就是跟他們很有關係 我覺得這個轉折位 我不知道 因為我和大姑媽都沒有看小說 也沒有看漫畫 不知道他的原著是怎樣 但是 只是純粹講到電影 其實那些沙石 旁邊的東西 我們不清楚 但是其實只是看這個故事 我覺得這個轉折位 用得幾好 這個寫得幾巧妙 是啊 因為其實交代 我們都是叫做 作為一個觀眾 你要慢慢跟蹤劇情的發展 我們才慢慢 好像一塊一塊碎片 砌出來 所以 在大家全部江湖追殺 林峰的時間 因為要負債子還的情況 那幕出現之前 的所有古天樂望 林峰的眼神 原來都是一個有情味 有意思的眼神 是啊 而且我覺得 我喜歡他這個轉折 就是因為 其實本身任然齊 就是秋哥和龍捲風 本身就是一個好兄弟的關係 原本這件事 就不關大老闆這個果欄大佬事 就是因為龍哥要保住陳樂軍 保住林峰 所以才發生了他和秋哥的衝突 從而引起了這個老狐狸 走進來搞亂這個大局 我覺得這個比較合情合理 你記得這件事 當然我自己看這部戲 我就覺得他突然之間和秋哥的衝突 就來得有點惹地 一打完之後突然間就 原來古天樂一路都不阻止 見到他最初是有得去追 還打算放走林峰 但是見到他生死關頭的時候 他突然間出手 擱著他就要和秋哥翻臉 那一下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蝙蝠所限 就描述得不夠多 但是很快就已經去到一個位 就是他面齊 這個秋哥就要和大老闆一起 就聯手對付這個古天樂 引了一個 就是叫做 引了一隻豺狼進來城寨 就搞亂那個陣角 我覺得這個轉折位 那個劇情那個 叫做戲劇衝突 我覺得用得蠻好的 是 其實整套戲 其實說整套戲 由頭到尾 每一個環節 緊構另一個環節 那個推進發展其實都蠻完整的 是 沒有什麼狡辯 沒有什麼煩駁 沒有什麼煩駁 看得蠻舒服 就是不覺得怎樣 不會突然令到觀眾的我們 會覺得怎樣 是啊 搞錯啊 沒有搞錯的 全部都蠻合情和合理 是 這些人都會贊 如果大家要看回故事的轉頭 我們看完他和大姑媽也有聊過 其實如果追溯回整個故事 其實應該一開始的時候 古天樂游 這個林峰 這個陳樂軍 他走到城寨那一刻 其實沒多久他已經知道 這個其實就是自己故人的兒子 是啊 很快一起了底 其實已經知道了 就是要看著他了 是啊 他已經心裡有一個 已經盤算了 就是要看著這個人 是啊 甚至乎盡快令到這個人 可以送走他 是啊 所以其實在角色造型 整個背景 那個美術做得很漂亮之餘 其實他們在電影裡 那種情義都演繹得很好 就是其實 無論是上一代 那幫大哥 退隱之前的一些衝突 去到現在剛剛 林峰進去城寨之後 遇到那幾個好兄弟 四個人變成 就是 莫逆之交的事件 那個過程 其實很濃厚的一種 兄弟情在裡面 當然 如果女觀眾就可能覺得 哇 他又不會說做得很噁心 是啊 我就想說了 真是很怕的 因為 就是他不會說搭著肩膊 好兄弟 他其實沒有怎樣形容 純粹就是用表情動作 就是江湖味 或者搭肩膊 那些男人有時候 要說出來的那些 肉麻 我又很不喜歡 但是今次那個軍隊 他又不是古華仔那些 內亡吊錯隊的 是啊 譬如今次就是 古天樂和劉謙的關係 然後甚至乎他們幾個 年輕的 就好像九龍城寨四少 是啊 是啊 他們幾個的關係 就是打麻了一個幕 我覺得 其實做得很好 另外就是他們上一代 其實簡單來說 甚至乎 作為Tiger的華德斌 他當日放十二少出去 就是幫手去 就是幫拖的時間 其實他們有幾句對話 是和他們的對話不多 是啊 沒有跟錯大佬 是啊 其實他們的江湖味 其實這部戲 都是慢慢 很輕輕滲著一些情味 是 還有情味 整部戲的那個 有時候的對比 就是在一個城寨裡面的 那些普通百姓 他們純粹是為了 生活賺食的百姓 他們的人情味 去對比江湖 當湖中雲他們之間 兄弟的情味 其實很多的對比 他們都是好像二谷同工 那樣的 其實這部戲 我覺得 雖然完全沒有陽光 底下的打鬥 或者場景 全部都是在九龍城寨裡面 就是很暗 色調是很暗 不陽光 但是我用人與人之間的情味 我覺得其實這部戲 其實從頭到尾都很陽光 就說他們的戲裡面的兄弟情義 就是英雄主義 就是怎樣出頭 江湖仇殺 其實打鬥的場面是好看的 好看的 如果那些人經常說 現在的港產片不好看 要看西片 那我覺得這些好看過馬虎很多 起碼 我不會覺得他們是大美國主義等等 起碼都是權權到肉 誇張得來 動作設計做得很好 誇張得來又有些寫實 那我覺得其實 如果大家經常說 現在的港產片不好看的 你看看這套沒有打氣 老實說 很紮實 我們兩個都不是那些 喜歡看打氣的人 完全 我們喜歡看故事 我們喜歡看 究竟有沒有什麼內涵 究竟有什麼含意 有什麼深度 但是最低限度 我們撇拆好這件事 我們擺明看到這套戲 知道不是看這些事情的時間 起碼我不會覺得悶 從頭到尾 劇情緊張 畫面漂亮 場景設計又好看 然後尤其是大家不知道 你有沒有留意在這套戲裡面 那幾個wide shot 拍過九龍城寨 哇 真是 真是很漂亮 漂亮得不得了 你先不要說它真實多少 這些只能夠當時親你寄警 但我很肯定 它應該比真實的九龍城寨 就是做Ending的 最短短的幾分鐘 其實是沒有動作的 是的 只有相處的畫面 是的 我覺得用這樣的溫度 或者這樣的畫面去作結 這套戲是很加分的 而且也很棒 大家在那兩個小時裡面 享受極多的觀能刺激之餘 你要看到一些很漂亮的景 然後我猜他聲稱這套戲的製作成本是三億 我猜那三億裡面可能有兩億 或者有以上 可能都去了這個場景設計 或者搭景 那既然有這麼多錢 也有說服力的 那你既然有這麼多錢 那拍多幾個照片 給多幾分鐘 我們看看 即是重建了那個城寨的面貌 是的 雖然我們不能夠親身去打卡 起碼我都可以透過這些畫面 回味一下80年代的那個光景 那其實九龍城寨這個地方 的確是相當特別的 其實曾經就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一個短短這麼小的地方 可以住到這麼多萬人 曾經我印象中好像不知有八萬 十萬人在裡面住的 所以那個人口比例是極密的 是的 所以那個 其實對於外國人來說 對於這個九龍城寨是有很大的興趣 當然這個節目不是講影評 不是講保育 沒錯 但其實九龍城寨這個地方 的確是傳在很多人心裡面 這個三不管是很神秘的 是的 很幻想的 中國作多國內不管 英國政府不管 香港政府不管 大家都沒有人管 也管不了 所以其實這個九龍城寨 他們有自己的生態 是的 這個地方本身就是神秘 陌生 陌生 罪惡溫藏 其實本身這個背景已經令到大家很吸引 那裡面怎樣呢 可能如果你不是親歷其境的人 你根本就不可能會知道 但是 在這部電影裡面 大家看到完了之後 你會看到他們有些名謝 其中 這部電影本身的導演是鄭寶瑞 其實 如果大家有看《至此》的話 這部電影很像《至此》 噢那個斑底是嗎 那本身《至此》就是整部電影都黑白了 那這部電影只不過有一點點顏色的字 是的 有一點Earth tone 那種造舊 也都是很暗的其實 但是大姑媽所說 整件事的 tone 是令到大家很陰沉之餘 它也都有很多濃濃的情感 在這部電影裡面 我覺得一個反差就是 因為呢 場景那個的 無論那個色 tone 或者整個搭的布景沒有顏色 但是呢 整部電影的 無論劇情 劇情的發展 人物的描寫 甚至乎有名沒有名的 其實那個人情味那個濃厚 我以為呢 我當初我進去的設定 我以為就是在講 九龍城寨 既然你回答到這麼美的景 就應該講 關於一個故事就是 三不管黃島讀的東西 整套戲沒有黃島讀的 它沒有差勞的 沒有差勞 沒有黃島讀的 是啊 其實就是講的很簡單一些的 就是大家那些追殺 甚至乎就是江湖情仇 咦 沒有碰到一些的 就是很經典的 黑社會三合會的劇情 它本身的故事不是講這件事 是啊 真的完全不是講這件事 應該這樣講 其實它反過來 它是拿九龍城寨這個地方做背景 沒錯 它不是描寫這個 九龍城寨裡面發生的事 而成就了這個 三不管這樣的氛圍 然後在裡面的人 他們怎樣是山寨王 然後外面的人不敢打進來 然後本身 就是龍哥在這裡怎樣打色 這個龍捲風 嗯 去到後來 就是外面的打裡面的人 就是發生這個 最end game的一個畫面 那套戲裡面 特別看到完了一個字幕 第一件事就是 多謝余家安 嗯 就是一個資深的一個叫做 美術指導 其實很出名 很厲害 因為它本身就是以前 哥哥和這個 梅遠芳梅姐 是 遇用的造型設計師 我記得了 後來也有很多很多數之不盡的經典電影 都是他做造型 他金像獎順客 是的 也拿了很多次金像獎 也是徐克導演的一個親密戰友 因為就是喜歡他的美術 可惜就是在2022年就離世了 但是看回資料 原來他本身就是在九龍城大的 哦 城寨大 所以其實應該他在這部戲裡面 和鄭寶瑞導演 繼至此之後再一次合作 相信呢 在他離世之前 應該是為了這部戲做了很多的貢獻 是的 所以在這部戲裡面 第一個就要命謝他 是的 因為真的會恢復到 還原的原貌度很厲害 是的 除了余家安導演之外 當然就要感謝林家棟 原來看回資料 家棟也是在九龍城寨住過 原來他曾經住過幾年的 是的 所以其實在這部戲裡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人 給了很多充足 很寶貴的資料 資訊 其實這件事是重要的 因為現在城寨已經沒有了 是的 你找回以前的人 聽回他們說 是的 純粹是口述歷史 但是不知道大家 對於九龍城寨有沒有研究 不過簡單說 一點點題外話 其實如果大家想看一個 打卡或者想看的原貌 其實在日本 有一個完整整的九龍城寨館 是 我當時做資料的時候 曾經看過他的YouTube片 真的很像 他做得很漂亮 在哪裡? 在日本不知道在哪裡 大家看看 因為當時我看到有些影評人 就在說 喂 其實你花了這麼多錢 去搭那個景 你直接去日本這個地方 拍就行了 因為很像 但是我自己的感覺 我還沒去過現場大 就是日本那裡 但是我看他搭出來的景 比日本那裡 那個真實度是極高 是 我自己小時候 就只是 叫做圓坑一面 見過一面 那時候的感覺 其實 那種的陰沉 和黑漆漆 在電影裡面 都呈現不了那個真實 因為 當然拍戲不可以這樣 你嚇到什麼都看不到的話 就很渡其風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鄭寶瑞 都是杜其鋒 就是杜Sir 那種抹走出來的 是啊 沒錯 最低限度 如果這部電影給杜Sir拍 你整個都看不到的了 肯定就是 走來走去 然後主觀鏡 拍到 黑漆漆漆都看不到 這部電影 打燈的那個 光線運用做得很好的 他又不誇張 但是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 又不會專門做得好 但是有了一種氣氛 我記得有幾個照片 他專門拍著 譬如扭和扭之間 沒錯 最經典就是 那些在中間有飛機 飛過的那些鏡頭 他都很完整地保留 那些一定是CG 但是最低限度 我看到那個感覺 是做得非常真實 那我也覺得是很棒的 那麼 去到最尾那部分 那個End Game 就是 就是打大哥 簡單一點說 那麼 很久都沒有看過 那部電影是打召喚 哈哈 嘩 那部電影應該是 那麼多的場景 打鬥場景 應該是最漫畫化了吧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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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覺得到最像漫畫 是啊 真是真心 四個打一個 然後你看到 譬如說 無形的龍警風出現 然後劉謙又坐著電單車衝出來 是啊 一撞完之後幾條 擺個姿勢 真是盡地一波 那些真是好公仔書 那些出場 對 但是都合理的 因為始終他可能照顧那個市場 嗯 不一定要打獎金 不過呢 我自己不知道是否因為那個小說 那個蝙蝠太長了 我自己覺得 在這個五韻龍 即是說他 賭掉他大哥那一刻 就來得太快了 不過都合情來 其實如果你真的兩個小時的蝙蝠 的話 其實你一定要有取捨 沒錯 那這部電影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辯駁位 其實他應該要取捨的位 他寧願在那些位置又短了 是啊 都留了些蝙蝠來打 是啊 沒錯 那他怎麼收幾億呢 是不是 是啊 讓老闆知道 我就去了 不只是搭那個警察 打了很多次 而且你也要給那幾個場口呢 給那四少爺 即是四個年輕的 即是他們的新力軍 他們有一些雙重交往 沒錯 他們怎樣不打不相識 其實他們一起攜手 打了兩三場戲 結果拿到身份證的林峰 他真的旋轉要找回自己三個兄弟 是 那就是大家要重聚的那一幕 其實這些都是必須要有些劇情的蝙蝠去交代 是 那才有最最後的打大佬 是 其實就 我之前看這部電影 之前看過余儀的訪問 就說 其實這部電影如果去到一定的票房 那就一定會有下集的 哦 那我看的時候就一直在想 是沒有了吧 那到底如果有下集 究竟會拍什麼呢 那我覺得如果以現在的走勢 那在我看的時候 因為就是有這樣的前置 我看之前有這樣的訪問 我走去想 死下一個死下一個 郭富城死了 古天樂死了 紅金寶屋 即是大老闆也死了 裡面齊林尾都才是殘廢地走出來 就算那四個兄弟 有一個都脫了幾個手指 有一個打了腳 那其實後來又怎樣又下一集呢 那我就想 其實就有點似無間道 我估計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即是我估計一集就是 即是做回阿晨醒阿占 那樣的前轉 其實在講阿占 和阿龍捲鋒的兄弟情 其實他都沒有怎樣可以描寫 就算說真的 他們本身作為以前自己的男子 然後大家真的很兄弟 兩個好兄弟都要對打 然後兩個只能活一個 其實他都沒有交代阿晨醒那個大哥的出場 就是知道他是人家的男子 所以就看一部電影裡面 我覺得如果真的拍可以拍前轉 那當然 好像大姑媽所講 其實拍前轉 是不一定要找那些人 就未必的 不一定是郭富城古天樂 洪金寶 他們做不到 可能找一些在野一點的 做他們的年輕版 或者我聽到編劇都有講 如果他們有下一集的話 有機會就是講下一代 即是講他們那四少 包括林峰 走出九龍城寨 是呀 因為已經拆了 那講他們怎樣拆完之後 究竟 阿信一、十二少、四仔和陳樂君 怎樣離開九龍城寨 到底要發生什麼故事呢 何去何從 哇 這樣真的要很大的想法 那當然要看票房 不過現在 上話短短一個禮拜都沒有 已經有二千萬票房 其實也很厲害 是呀 因為其實在看資料 歷年來 香港開話第一天的票房 他第二位 因為第一天的時間已經收五百多 是 很厲害 我沒有想過 因為我們今天看的時間 已經是剛剛他上網的第七天 是 應該是票房很實正 已經過了二千萬了 是 那這部電影應該會 走勢慢慢的 因為我們今天和阿輝哥 都要看五點多了 不是很晚 也不是很早的場次 是 竟然是一半 是 半場人 都不少觀眾 我本身這部電影的班底已經很厲害了 就是鄭寶瑞也是補正 然後又有幾個大卡子的演員 對 資深也有一些老氣骨 又有幾個年輕人 那我其實都要讚一下劉謙那幾個 都做得很好的 包括了 很成績 說的是劉謙 然後還有就是 胡子彤 胡子彤 還有一個我自己本身不認識的 是 在一部電影裏做四仔的 叫做 張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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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他們幾個人和阿林峰的兄弟情 其實都看得挺入心的 至少你最低限度 你對於這幾個演員有些陌生 但是你不會覺得 嘩 不噁心的 不噁心的 不懂得 起碼你先沒有這個感覺 那他們都 你說是否好戲 我不敢說 但是他們恰如其分 做回自己的角色裏面 那個形象 我覺得導演又應結一功 還有剛才說 為什麼會覺得這部電影 有機會似無間道 因為這部電影的監製就是莊成 莊成就是無間道的監製 以這個走勢 是不是會跟著無間道的水 去連續拍幾集呢 為什麼呢 其實以一個打 或者大製作的港產片 要成功很爛 是啊 所以 香港對上一次的時間 其實都是十年八載 就是不要說 這十年裡面沒有動作期 但是呢 其實那些動作器 其實很容易落於 流於單磅 我想對上一套最成功的武打 就是熱敏 熱敏拍四集 即是說 如果一套成功的武打 是不是會繼續拍一些系列性 那些在十月圍城 當然是 那些系列性的電影 是不是會延續了九龍城寨呢 其實本身 小說裡面都是幾部 今次只是把故事其中的小部分 去抽出來去講 這個應該是最精彩的部分 是的 那到底其他的角色 還有沒有其他的發揮 在故事裡面改了什麼 我們不知道 但是最低限度 你看完第一集 你看完這套戲之後 你已經接受了 在這套戲裡面的 說的是黃狗 雖然他死了 但是還有 譬如四仔十二少 信一 和陳樂君 都很入心 最低限度 你聽到這個名字 你不覺得陌生 在這套戲兩個小時裡面 已經認得到這個 是的 沒錯 他的脈絡很簡單 脈絡很簡單 講來講去都是這幾個 是的 記憶點很強 接著上一代 現在死了 只剩下這幾個 如果真的要拍一集 是不是講他們的後續呢 還是拍前轉 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觀眾看完這套戲 你覺得前轉好看一些 還是後續好看一些 我只要讓我選擇 我就要看前轉 我就真的不太贊成 你不想他拍一集 是的 我不太喜歡那些戲 吃過又翻尋味 因為其實見好就收了 是港產片的套路 是啊 不過其實入場的人數 一直有折折上升 我看到他的走勢是挺好的 因為其實無可否認 在香港近幾年 大家都很少這樣的劇種 還有他的口碑 應該在這幾天裡面 你都知道 就是很MASK這些 現在網媒其實大家都應急一功 大家一個全一個的時間 應該是靠著口碑 應該這套戲還可以游得去 絕對是 一定是口碑 令到觀眾 好看喔 起碼我現在身邊很多朋友 看完這套戲之後 或者看到網上的影評 都是賺多一個坦的 是 很紮實 就算不是很喜歡這套戲 最得限度 不要說這套戲是垃圾 合格意上 真的大家都對 沒錯 那個評價都是向好的 是的 因為其實無論你是用什麼來挑剔 有些人是會用一個畫面上的 劇情上的 節奏 甚至乎你的動作設計 各樣東西都是合格以上 而且我覺得是上性的作品 好看 好看啊 這套戲怎麼知道 即是換句話說 你是什麼的觀眾群 基本上都應該適合你的口味 你會找到一些東西 會賺到 雖然是一套打戲 但起碼不會是悶 沒有什麼悶長 也沒有什麼無謂的畫面 覺得都幾乾淨理落 我覺得甚至乎 他們說不完 這個故事 有很多事情都還沒說 起碼看完這套戲 完 應該要有的 娛樂性也有了 漂亮的畫面也有了 懂得演戲也有了 打得好看 大家看得開心 那還想怎樣呢 是啊 最重要的是 我和輝哥都很喜歡看 本身劇情的劇片 和很喜歡看角色 這次其實最亮點亮點 如果你要找一個東西 激讚的話 一定就是 在當中裡面的 兩代的演員 兩代幾個男演員 其實我真的覺得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 去這樣演繹 這套戲 這個面貌展現得很新鮮 給我很有新鮮感 一套戲 因為他們做了這麼久的戲 幾十年的戲 我覺得是恰如館份 但是古天樂的不一樣 和齊齊的不一樣 我覺得才是可喜可歸 是啊 零物造型 之後就是場景的搭建 做得漂亮 我覺得只是這兩件事 已經值回那套戲了 厲害 那套戲裡面 你不是要一些很峰迴路主的劇情 要有戲的衝突又有了 什麼元素都在那裡 有些示威也不錯 那還想怎樣 我覺得這套戲 可以想像到 是的 整個劇團的團隊 要放多少功夫 籌備功夫 以及在當中 要給多少努力 才可以拍到一個 跳出框框的 即是叫做劇情動作片 因為其實 香港的觀眾很難 很難的 我們從小看這些動作片 看得大的 真是要可以 拿到這麼高分數的評價 其實是 你想像他們背後 出了多少的努力 嗯 嗯 不知道觀眾看完這套戲之後 正 有沒有我們這樣的看法呢 或者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見 喂 這套是垃圾戲來的 你可以儘管留言和我們說一下 有幾垃圾 如果好看的話 讚好的話 都可以給個讚我們 或者幫忙分享 或者可以說一下你的看法 和不同意我們的見解 都可以留言和我們說一下 分享一下的 嗯 好 那今集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好 下集再找另一套戲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 下集我們關注你再見 拜拜